就是有一對夫妻他們 這個在高速公路上面開車嘛 那天幫剖大雨 然後雨說啥啥啥啥 不會不哩啊 很吵 然後突然就發生車禍了 發生車禍完以後 這個丈夫就腦死 然後老婆全身都關節都 很多地方都斷掉了 開了刀全身上下都不能動 然後後來催目的人還是鼓起很大的勇氣 然後跑去跟他講說 你的老公已經腦死了 你要把他捐出去依賴人間 然後他那時候想說那也沒關係 那時候也很痛苦嘛 就寫了 寫了以後他過了半年 他就覺得很遺憾 因為他終於跟他老公說再見嘛 後來一直在那邊爭議 爭議到最後遲在沒辦法 因為他有時候會有後遺症 對 爭議到最後後來社工說沒辦法 那我試試看可不可以 對方不見得會答應喔 所以他就arrange 結果那個受證者 竟然很願意耶 結果他們就約在 比如說約在今天好了 就早上十點 然後在那邊等 一群人在那邊等 包括社工啊 還有他們那個一直等 等等等到十點半 那社工說 誒 人家不見得會哭你的 你知道那太太說 我先生快到了 誒 感受得到 最後這句話講完門就開來了 開進來 結果高雙生再走進來了 誒 然後在高雙生走進來之後 照理說這個女生跟這個高雙生應該沒什麼交情 可是兩個 他們兩個就一見如故 那就很熟 因為好像很熟就開始聊天 聊到一半那個女生的那個願望來 他說我不可以摸你的胸膛 因為我還跟我的老公說say goodbye 結果那個 他就摸了那個高雙生的心臟一下 然後跟他講說寶貝對不起 當初沒有跟你好好再見 結果那高雙生 突然覺得好高興喘了一口氣 然後他說 他說阿姨我跟你說 以前我換完這個心臟以後 我雖然心臟功能的進步 可以回去生活 可是我總是覺得這個心臟好像要掉下去 很重很重很重 種到我沒辦法走路 沒辦法生活 你剛這樣一摸 我全部都好了 就很過癮 就好了 因為他做了很多心臟血檢查 所有的醫生都說你這個是心理作用 根本你的心臟功能就是好的啊 然後接下來他們就聊得很高興 聊到最後當然還是要道別嘛 道別完以後這個 這個要出門前 那個高雙生突然就回頭過來 跟那個阿姨講說 阿姨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為什麼我常常聽到雨刷的聲音 刷刷刷刷刷刷 對對對 哈哈 Marilyn 哇 1700